到底神通牙膏有多神奇 馬上掃這個QR Code來看看吧 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文俊 近年來中國便商推出緊退款政策 消費者可以在一定條件下 向商家發理指退款不退貨的申請 不料緊退款不退貨現象氾濫 甚至出現教授如何鑽漏動的相關培訓教程火爆 商家叫苦不疊 分析認為 中共治下道德敗壞 社會未有公平正義 滋生了各種欺凌弱勢者的現象 近日新浪科技報導一篇 30元緊退款教程火爆 電商平台白嫖黨氾濫 稱越來越多的電商買家被緊退款迫封了 比如一女裝店618扣物節期間 銷售額1000萬元 在退貨退款與緊退款計算後 為盈利-60萬元 據報導網絡上有眾多緊退款教程 價格從28.8元到298元不等 付費進群後 群主會教授如何通過投訴商家 利用發貨時間差等手段 實現白嫖 科程細緻到如何應付客服回電 2021年電商平台拼多多 推出了緊退款服務 理論上說 只要未發貨 拒收或產品出現質量問題 假冒偽劣時 平台賽會支持買家緊退款 這一舉動的初衷 是為了減少消費者在售後上 與商家一來一往的時間和成本 通過低價 加上緊退款組合權 拼多多在下沉市場中獲得大量用戶 從而提升流量 去年11月 拼多多市值一度達到1,919億美元 首次超越阿里巴巴 近年來 各大電商平台全面跟進緊退款 並發起低價攻勢 買賣雙方的矛盾逐漸激化 一批轉流度的買家 將羊毛發展成為有利可途的產業鏈 原拼多多的電商李先生表示 因為電商過度競爭 拼多多又是情況嚴重的 才會有這種情況 原來退貨退款的權利在賣家手上 是由我們決定 緊退款是這兩年才有 因為經濟下行 很多人的狀況不好 就在網購中雞蛋裡挑骨頭 拼多多又一米地向買家傾斜 據媒體對電商平台女裝商家的調查 出現緊退款後 店舖的退貨率從10%到30% 上升到60%到80% 甚至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 新浪科技這篇報導的網頁 很快就消失 7月15日 《法治日報》報導一個 緊退款不退貨的調解實例 案情經過是 五某在某購物平台上某店舖 購買價值11.6的衣物 因為對貨物不滿意 在平台上提出緊退款 電商平台基於大數據 對於該訂單作出緊退款的處理 6月12日 店主胡某認為五某以急店舖造成一定的損失 便將五某起訴至廣西、中山縣、法院 要求法院判令五某 退還11.96貨款 以及此次產生維權產生的800元合理費用 因涉案金額較少 承辦法官通過條解 五某意識到自己 僅退款不退貨的行為 有違誠信 同意退還貨款以及承擔 胡某因此次維權支出的800元相關費用 店主胡某也進行徹數 終於雙方達成了和解 網友表示 緊退款 讓多少美良心的買家嘗到甜頭 緊退款真是無必要 不喜歡就退 何必貪小便與吃大虧 自動談緊退款鏈接及賣家 平台從擔保交易的角色 轉變為慫恿犯法 中國吳律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對緊退款產業化這種現象 感到很吃驚 怎會有這樣的一個東西來培訓 就教人家去做這種事 因為這種事本身是不道德 或者說 沒有商業社會基本的公平 或者等價交換 沒有一個基本的底線 第二個令人吃驚的就是 人們的社會已經變成這樣了 沒有那麼多人去做這種事 本來正常的社會 實在這個產品有問題 才去這樣做 它不會就是為了佔有這個產品 得這個便宜 百嫖百買 吳律師認為 本次法院的處理是對的 但是緊退款是平台搞的規則 實際上是掀握小商家的利益 平台為了利益造大 給了消費者或買家佔便宜的機會 平台跟小商家是不對稱 或者說不平等的一種關係 就好像政府跟人的關係一樣 人們在他的面前非常弱小 才會導致這種情況 這種緊退款的政策 其實反映出這個社會 沒有公平可言 就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或者霸凌 吳律師表示 本次法院判決的作用是有限 雖然不至於 好像南京鵬宇案 父老人被誤告地助長這種歪風 但並不能夠壓制緊退款這種行為 因為作為商家來說 打一個官司就800元的賠償 根本覆蓋不了他們的維權成本 原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玄華也表示 打官司 這也不是一般商家能有精力解決的 因為中國的社會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不是說商家有冤屈 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去解決 所以商家才俘虜 李玄華認為 從公眾的角度上 並不能說僅退款這個方法有多惡 只能說在惡的社會 怎樣的方法都沒有辦法正常 任何一個正常的經營 它都會被轉流動 現在中共很多人道德被破壞 不將信用當任何一回事 有人就開始積極轉型 投機取巧 這是一個未有道德的社會裡的必然現象 而且人們還可以將這種方式 拿出來當教程去賣 整個社會允許或接受這個時候 說明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 就是在這個水平上 李玄華稱 拼多多他是以低價 和緊退款來迅速吸引客戶 作為一個商業手法 我們也不能太多救病他 但是過度地壓低價 低價到已經不合理 其實等於在破壞好的商業環境 低價就只能是偷工和減料 大家付出勞動得不到回報 壓到最後就是劣質產品橫行 這樣 中共是否關注商家的困境 李玄華指出 中共不會從小的案例 去關注個體商家 中共只關注他的專制集權 權力穩固 你沒有傷害到他根本的時候 他不會去管這些事情 所以中共這個環境 就是一個惡的環境 很多人就使一些惡法 惡招 良好的商業環境 都是他一點一點的破壞的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李玄明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 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市民聽影片 為什麼會跟езд 打 scratches 這麼做 給我 按鈴鐺